继续来看新闻 金融管理局推出一项总额500万元的 亚洲气候解决方案设计津贴 为创新融资方案提供资金 以实现净零排放目标的承诺 金管局局长孟文能在第一届 迈向净零排放的过渡性金融大会上指出 目前距离2030年全球减少碳排放的目标 还有55%的落差 因此呼吁全球结合更多公共和私人资金 以提供混合融资 就像今天推出的计划 能为在亚洲面对资本严重不足的特定行业 提供资金展开研究等 另外国务资政上达曼指出 全球其实并不缺乏资金来源 资助可持续发展项目 政府应该降低金融风险 以带动私人投资 既然教育成量 至于 北京